嗨 Kelly 你好 谢谢你邀请 之前也是看到你小红书和YouTube上的内容都很喜欢 所以能够就是跟你这个 有这个聊天我也很期待 你现在是Base在 湾区那边吗 我现在是在湾区 那你现在是在Snowflake 做Potter Marketing Manager 对吧 对 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负责我们的 一些重点行业的这个Industry的 Go to Market Potter Marketing 主要是零售啊 消费 Travel Hospitality 这些比较吃喝玩乐 比较好玩的行业 作为一个Potter Marketing Manager 因为我之前有写过一期笔记 是关于我自己对Potter Marketing 这个领域的一些了解 因为之前有在Potter Marketing Team 待过一段时间 但是不是做PMM的 然后就写了那期笔记 大家都对PMM这个角色特别的感兴趣 也很想进入这个领域 你觉得对于就是 就是来这边读书的华人来说 Potter Marketing 是不是这个容易进去的领域 还是说它有一定的门槛呢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看到 就是华人做Potter Marketing 比较少 其实主要是从Pipeline 就大家在学校里的时候 就很少有同学往这方面去努力 所以才Pipeline的角度 就已经是少了很多的人才 主要是因为它确实会有一些 签证的限制 或者说大部分的Marketing的岗位 是并不Sponsor Visa的 所以即使有些Potter Marketing的岗位 Sponsor Visa 大家可能也没有往这方面去看 所以在学校里 不管是社团活动 还是上的课 或者去找的实习 就都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找 那渐渐的等到求职的时候 就算自己觉得 对这个可能很感兴趣 但是因为没有相关的课程 或者是实习的经历 所以也会很难找到这样的工作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特别难上手 因为它这个不像有些技术性的岗位 可能你考一些证书 或者是学习什么东西 你可以入一个门 它这个主要是靠 你之前有过相关经验 是比较重要 所以等于是从在实习阶段 就要重点往那方面去找 然后很有目的性的 慢慢在build up这个经历 所以可能很多人 没有往这方面去找的话 就会觉得也很难进去 你说的非常对 就是我看到一些 Power Marketing Manager的role 即使是非常entry level 像Google有个叫 Associate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他们的要求也都不低 至少要一两年的相关的 full time或者是实习的经验 那就像你说的 就不像是其他 Marketing领域那么容易 就积累经验 或者是train这个hard skill 只是考证的话 那想要进入这个领域 有一些什么soft skill 或hard skill 是可以在学校期间 最早期就开始去积累和学习的呢 我觉得soft skill呢 主要就是一种讲故事的能力 或者说沟通能力 这块就是 它不仅是你能够能说会道 作为一个人 就比较的articulate 或者eloquent 另外呢 就是你讲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是通过一个storytelling的模式 有一个起承转折 有一个因果 和这个不仅是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而可以讲说so what for whom 这样的一种storytelling的能力 它是慢慢的要积累 然后你平时生活当中 也把这个融合在你的沟通 交流的这种style里面去 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soft skill 它就是主要是需要很多的时间 或者下意识的去培养 然后渐渐的在不断的去打磨 所以这个是主要的一个soft skill 这个呢 一般来说在面试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对方跟你聊两句 让你做个presentation 很快就看得出来 你有没有这个storytelling的skill 因为面试的时候就会说 你给我一个例子 你给我一个例子 这方面的例子 那方面的例子 它就可以看出 你是不是一个good storyteller 所以它不仅仅是说 你要在这方面要准备 另外就是你整个的气场 你讲话的时候的这种 how you carry yourself present yourself 因为你很多时候工作合作的 可能是一些销售的 比较资深的这个销售人员 或者是客户 一些比较资深的人 所以都是这就是软实力的 这方面 平时可能多从沟通 然后leadership方面去培养 另外hard skill的话呢 有几块吧 第一个呢 那就是messaging position 就比如说你要出一个新的产品 到市场上 你怎么样去 它是来干嘛的 你是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你给客户的这个message是什么 你怎么样去position你的这个产品 那这个就是一般是通过你过去的经验 或者你过去的一些所谓的work sample 比如说你以前做的一些launch的blog啊 webinar去显示你是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的 或者你还可以有人也会问啊那walk through your process 你怎么样去develop你这个messaging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步骤啊之类的 另外还有一类的这个hard skill呢 就是根据你的产品 或者你想要接触的目标人群相关的 比如说一些行业的经验 一些产品方面的技术方面的这个知识 尤其这个产品如果是比较technical 或者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行业的这个know how 比如说金融啊医疗或者政府行业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监管的要求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安全产品 或者是一些数据方面的产品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一些技术方面的这个积累 也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还某种程度上你还是可以学的嘛 所以这就是比较偏hard skill这块 对对对 我也想听听你是怎么样转入power marketing这个行业的 因为我观察到身边做product marketing的人呢 他们很多是product digital marketing出身 或者是sell support出身 因为前者他们可能对这个go to market的这个campaign 要怎么样通过不同的渠道去宣传 会有些先天性的优势 那后者是因为他们有帮sell去做那些什么one pagers啊 那个product one sheet那些或写case study 所以他们的文笔方面是还不错的 那你自己本身的经验是从哪个field或渠道 哪个track转进去product marketing的 对我自己是商学员毕业之后 去了一家startup就开始做product marketing 所以也是比较幸运 当时其实我就是想去一家无人机公司 然后他们对方觉得我的背景啊 这个做product marketing比较合适 所以就误打误撞就进去了 也发现很喜欢 就是商学员毕业也算是去product marketing的一个途径 但是这种人其实是少数 绝大部分人就像你说的是从其他的marketing的 这个或者是sells相关的岗位转进去的 比如说content marketing 或者是做demand campaign相关的 或者就是sells development 做销售相关 因为他平时一直见客户 他见了很多客户 他对客户很了解 然后如果他对marketing啊 对storytelling又感兴趣 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做一些collateral 比如说画PPT啊 写一些东西啊 也有一些人是通过这个转向marketing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内部转岗 在变成了product marketing 对确实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例子 像你说到像商学院 像比如说知名学校的NBA的 也是有这么一批人啊 但是在市场还比较好的时候 现在好像也挺难的 因为现在的PMM就像是以前的brand manager一样 这么的火热 所以大家都想进入这个领域 你觉得作为一个PMM在跟 就像你刚刚有提到说 要跟product要跟sell teams合作 除了这些还没有其他的stakeholders 还要作为一个PMM 如果你要跟比你更senior的人 去打交道的话 你要怎么样去带领他们 去把这个产品的宣传给做到位呢 对我觉得主要的stakeholder 当然一个是产品的人 还有就是教授 另外其实你的marketing的很多的同事同仁们 也是你的很重要的stakeholder 这方面有两块 一个就是你等于要enable他们 比如说你做内容的同事 或者做PR的同事 你想要告诉他们说 我们的story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target audience是什么 那他们才可以就是 根据你给他的这个信息 这种messaging方面的这个framework 再去进一步的就是 做他们专业方面的工作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呢 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 如果你的stakeholder 比如说在demand gen 或者其他部门 你合作的人是比你更senior 比你更有经验的 或者他有很多很多priority 他要做很多很多campaigns 那你想让他 比如说为你的产品 你负责的这些东西 多花一点精力的话 那当然也是有一些influence persuasion 这个主要就是case by case 看公司内部的这个资源的分配 和这个大家的不同的人的seniority 这块 但主要的ultimately 如果你想到的所谓的一个客户吧 除了你就是最后终端的客户 你产品的真正的使用者买单的客户 可能销售 特别是一些企业级的企业软件公司 可能销售也是你内部的一个客户 就是他们是不是觉得enabled 你developed messaging 他们觉得是不是客户买单买账 客户能不能听明白 觉得很compelling 听到之后很想要就是用你们的产品 这样子的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像跟marketing team的合作 PMM其实是有在lead那个marketing team之后的一系列的一些工作 包括他这个content啊 他dimension应该怎么做 那其实PMM就是要先把这个product先一些technical的一些detail自己先消化了之后 然后把它转成像你说storytelling才能给团队的人去二次加工 然后才最终传达到这个消费者的耳中 我觉得就是可能比较challenging的部分是在于说 你要先跟product那边的人去合作 然后你再去想这个产品要怎么定位啊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就其实 那句话叫什么巧妇难为 嗯对的 就是如果如果当这个产品它本身就不够有竞争力 或者说它本身它的它的那个产品的功能各方面就 不是很难很难去梳理的话 那是不是对于product marketing的人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又是挑战又是一个机会吧 你有很多的可以influence的这个 我觉得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比如说我当时在startup 或者包括现在很多gen AI方面的东西 可能这个领域实在是很新 产品本身也没有很成熟 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完全想要的这个story 可能产品的这个能力啊 或者就是AI的模型都还没有达到 你真的想要就是给客户paint那个art of possible的这个picture 就是技术能力还没有到那么完善 这种情况下呢 一般当然首先我们一直会有一个out of possible 让客户就觉得非常的excited 但是也跟他们就是明确这个是 这个可能未来几年之后 我们可以达到的这个一个理想的结果 比如说用gen AI做的一些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可能第一步第二步是先要set一个foundation 你首先要从哪里开始做起来 哪些use case你可以先入手抓 开始抓先试用这些新的技术 找到了一些ROI啊一些这种business validation之后 可能你在大规模的rollout 那当然这个也是看就是meet the customer where they are 但是要比如说比客户早半步到一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不用跟他们讲 可能他觉得十年之后才能发生的天方夜谭 但是可以觉得聊一聊可以够得到的 同时告诉他们可能未来这一两年 可能这些use case可能你可以先用起来 一般就是一个这种就不同的这个step的 而且不同的客户他们也是不一样 有些客户他可能比较的技术方面比较能干 他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人员可以去试用一些很新的技术 有的客户他可能还有很多legacy的system 像我很多零错行业的客户是大清朝就已经成立了 有上百年的step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 那当然你跟他们讲的时候也要就是了解他们现在处在的一个位置 然后就是speak to them 让他们也觉得是可以resonate